第663集 一眨眼 就到了和云中雾兰彻底决战的日子 十里亭这是最好的决斗地方 第一次和云中雾兰见面的时候就在这儿 那天是黄渤和龙澳天驻站 一把将这十里亭给轰成了平底 现在这里已经重新修建了一个亭子 命名仍然为十里亭 叶浩轩背负修罗站在亭前的空地上 他遥望东方 等待着云中雾兰的到来 过不多时正东方出现了一个人影 这么远的距离依稀看到他身上一身淡灰色的僧袍 而他的步子极为轻盈 数里的距离瞬息极致 云中前卫好 叶浩轩对着他拱了拱手 尽管这个老妖婆曾经对自己痛下杀手 但他毕竟是前辈 叶浩轩始终认为 礼仪不能飞啊 云中雾兰微微地点点头道 你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如果你一早就交出于常 或许严心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 云中雾兰淡淡地说 李严心是他唯一的徒弟 上一次他偏执的做法 让云中雾兰很心痛 而他把这一切的罪 都归罪到了叶浩轩的身上 我考虑清楚了 天机所事关重大 我不能把于常交给你 叶浩轩接下来的话 让云中的双眼骤然变了 你今天约我来 就是说这些的 云中雾兰冷冷地说 对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 同时我希望云中前辈能早日回头 你已经入魔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可知道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云中雾兰冷冷地说 哼 知道 无非就是你死我活的打一场 叶浩轩微微一笑 哼 你也有资格 说你死我活这句话 你的实力进展得很快 但是我若要杀你 就像是掐死一只蚂蚁 那么简单 云中雾兰冷冷笑一声 你掐不死我 因为我站在公道这边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反手抽出背后的修罗 他右手缓缓地抬起 手中的修罗向前抑制 三尺修罗杀一凛然 一丝杀伐果断的情形 在叶浩轩的身上 散发出来 这一次战斗注定是生死之战 云中雾兰数着佛珠的手 越来越快 最终他重重地一掐 手中那串佛珠骤然散开 上百颗佛珠四散而去 同时他轻送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佛号送完的同时 他的身形就像是箭一样 向前击齿而去 同时他右掌向前缓缓地一击 一时间风云着武器 他看似随意的一掌 却给叶浩轩无尽的压力 叶浩轩手中的修罗向有一摆 然后向后微微一摊 他的身形骤然在云中雾兰跟前消失 在叶浩轩消失的同时 云中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灰败的世界 他置身于一个沙漠之中 这里没有声音 没有水 没有人没有色彩 半空中千云滚滚 这个寂静无比的世界中 不存在任何东西 云中雾兰有些疑惑地 看着四处的情景 他双眼微微地闭上 感受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他猛地睁开双眼 喃喃地吐出四个字 随着他这句话地吐出来 他的身边骤然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武当山的清虚道长 他右手扶尘一甩 扶尘上千万根的银丝 骤然散开变长 然后在半空中扭结 随即向着云中勿拦重重的击去 云中一掌袭出轰一声巨响 透明的光气四散而去 清虚和云中之间沙尘飞扬 两人各自退了几步 六角杀阵的玄妙之处就在于 阵中的人 任何人 在和敌人战斗时 身上的威力都会使六人的力量 叠加出来的效果 所以尽管云中勿拦是华夏最强的 但六角杀阵中的属性 也绝对让他吃不消 和清虚这一次实力对撞 他着实吃亏不小 卑鄙 有胆一对一单挑 云中冷冷地盯着清虚 清虚微微一笑道 一对一单挑 世上无人能打得过你 我自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云中倒有 回头是岸啊 我做事向来只凭本心 不论对错 所以你死了这条心吧 云中雾蓝冷笑一声 他双手各掐着一个怪异的直觉 同时清贺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随着他的颂声完毕 一抹金芒在他指尖行程 他双手一举 沉声喝道 噗 光滑四溢 清虚道人连连地后退 然后他手中的浮尘一浮 整个人凭空地消失 紧接着便是五台山的清廉居士上场 他和云中雾蓝是同属于佛家中人 云中前辈 近来别来无恙 青年居士双手核实道 一切甚好 没想到 你也在这六角杀阵中 与我为难 云中淡淡地说 前辈实力太强 而且现在前辈有心肩魔头牵绊 已经生了魔心 如果魔心溢血 恐怕会多生事端 青年居士道 哼 我一个菩提之心 也会入魔 云中雾蓝冷笑一声 他向着清廉居士一直点出 一抹光绩骤然出现 这抹光绩瞬息万变 带着无尽的杀意 向清廉居士袭去 清廉居士还了一掌 然后退了几步 衣袖一幅 便即消失 他不与云中雾蓝缠斗 尽管每个人出现的时候 一身能力是阵中六人的总和 但毕竟这是借助阵法的原因 这样会导致实力不稳 如果硬拼的话 恐怕会适得其反 所以几个人轮番上阵 消磨着云中雾蓝的实力 在阵中站了许久 云中雾蓝始终没有见到 叶浩轩露面 当张士饼在他眼前消失以后 他沉声喝道 医生 既然摆下这么大的阵势来欢迎我 那你为什么不现身一战 我自认为自己能力最弱 不是师太的对手 所以只有出现 在最里面压阵 随着声音 叶浩轩的身形出现在 云中的跟前 哼 我以为医生是不屑于使用阴谋的君子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也是一个小人 一六敌 你竟然还摆下六角杀阵 云中冷笑道 没办法 谁让师太的实力太强了 就算是这样 我们和师太对战也颇敢吃力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既然出来了 就别再躲了 受死吧 云中 雾兰一声冷笑 他突然快速地向前踏出几步 身形一闪向叶浩轩急驰而来 同时右掌一翻 一掌向叶浩轩袭来 叶浩轩一声沉喝 手中的修罗之上杀气腾腾 迎着云中袭去 修罗乃是上古的兄兵 本身就是沾染了无数妖魔怨灵的狠角色 再加上叶浩轩现在的战意凛然 所以现在叶浩轩看起来是杀气腾腾 呼 光滑四溢 叶浩轩一毛斩出之后 迅速地又斩出一毛 现在他这一身实力是综六人所合 加上一身悬术神出鬼没 所以即使是云中 也有种束手束脚的感觉 由于之前五人轮番出现消耗云中的实力 所以现在他的能力削弱了不少 再加上叶浩轩现在战意正胜 云中在他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叶浩轩看准时机 找到云中的破绽 然后一声爆合提毛上前 他右手一毛戳出 正中云中的右肩 修罗之上的煞气让云中有号称不死菩提之身的躯体 像是纸糊的一样 呼一声轻响 云中的右肩被修罗戳穿 他游子不敢相信地看着从自己右肩穿出的修罗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受伤 他号称菩提不死之身 本身是刀枪不入的 但是这一次却被修罗伤了 这凶兵之名果然不是吹出来的 云中只觉得 一阵阵的煞气瞬间顺着自己的肩膀 瞬间流变了 周身的百骸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在修罗煞气的破坏中迅速地消失 他情之今天的战斗是占不了便宜 他猛地向后退几步 硬生生地把修罗从自己的肩膀里扯出来 然后双手迅速地凝结成不动冥王爷 同时一声大喝双臂一阵 对着阵眼奋力的一击 尽管伸手重伤 但云中这奋力的一击仍然是让人抵受不了 一声巨响 眼前的黑白世界消失 杀阵击破 而云中则迅速地后撤 像是一缕青烟一样迅速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 大阵一破阵中的六人这才显露出身形来 哎呦可惜啊 就差一点点就把他降服了 可还是让他给跑了 玄机连连的顿足 连脚可惜 刚才他中了修罗一毛 现在一身的实力尽于六成 就算是跑了 也不足为虑了 叶好宣导 那就好啊 他上了一次当 绝对不会上第二次 如果让他完好无损地逃脱的话 下一次再想骗他到六绝杀阵之中 这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玄机道 云中今天之所以中招 一半是因为拖大 对自己自信 另外一半原因是大意 在他眼里 叶好宣的这点实力 根本不值得一提啊 所以他才没有界限 这才一头扎入大阵中 被众人轮番的消磨实力 如果是下一次 想要再让他乖乖地入阵 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好在这一次叶好宣 一毛斩断了他四成的实力 以后对付起来就没有那么吃力了 而且这一次云中受挫 可不小 伤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养好的 这个心腹大患总会安生一段时间的 随着大臣的结束 云中五蓝大败 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李延欣在医院调养了一段时间 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 这一天叶好宣为他把把脉 感觉他的身体已经无大碍了 可以出院了 怎么样 我好了没有 李延欣等叶好宣手一收回 就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总体来说恢复得不错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 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叶好宣犹豫了一下说 为什么要多住一段时间 是你叶大少舍不得我了 李延欣道 叶好全黑黑一笑道 我确实舍不得你走 你干脆就留下来吧 在这里住一辈子都行 反正医院也是我开的 没事在医院耗着 很好玩吗 不管了 我今天就出院了 李延欣一边说一边走下床 看那驾驶是真的要离开了 你打算去哪里 叶好宣导 云游 以前我随师傅 左边大半个华夏 但有些偏远的地区还没有去过 我想到那里看看 顺便散散心 李延欣叹了一口气道 你就不能留在京城吗 留在京城干什么 李延欣转过身 神色不善地说 看你叶大少 和一群美女们亲亲我我 然后我在一边吃干醋 叶好轩无奈地苦笑 李延欣说的倒也是事实 他无奈地说 那你一个人出行 要小心点 保重 我能理解为这是对我的关心吗 李延欣扫了叶好轩一眼 这是关心 发自内心的关心 叶好轩一本正经地说 不需要 你又不是我的男人 你凭什么关心我 李延欣毫不领一点情地说 因为你心里有我 因为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 我不感觉你欠我多少 我这一次就当还我在地下暗和的情 因为之前我欠你一命 李延欣缓缓地说 他顿了一下道 况且之所以有这次的事情发生 完全都是我的原因 如果不是我把天机所给了师傅 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快找来 这一切都是定数 不能怪你 叶好轩摇摇头到 就算是你不把天机所抢走 他迟早有一天也会现实的 或许落入更可怕的人手里 也说不定 归根结底 还是我自己造成的原因 不怪你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你亏欠我什么 咱们扯平 好 咱们扯平 那你能不能不要走 留在京城 为什么 李延欣反问 因为我舍不得 叶好轩一本正经地说 滚 少给我来这趟 我是不会被你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的 李延欣嘴上强硬 但是心里却是易软 差点没流下泪来 这个男人虽然有时候讨厌 但自己确确实实地喜欢他 我说真的 我走了 如果你有我师傅的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 李延欣有些慌乱 他穿上拖鞋连衣服也不换 就这样匆匆地跑了出去 他怕呀 他怕叶好轩再说上几句 含情默默的话 自己会忍不住真的不走了 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背影 叶好轩的心里涌出了一股 怅然若失的感觉 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陈若西走进来问道 不然还能怎么样 叶好轩怅然一叹 他随即笑道 他留下来你不吃醋 他是个好女孩 当天如果不是他一死相救 我都不敢想象 会有什么后果 陈若西叹了一口气道 事情终归已经过去了 一品夫人的事情 查出来了没有 叶好轩问 查出来了 种种迹象表明 一品夫人跟永生没有关系 陈若西拿出一份资料 上面是一品夫人的全部资料 叶好轩结果资料看了看 只见他的每一个产业收入 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 特勤局出面的话 行动非常迅速 既然陈若西查到的结果是没问题 那一品夫人可能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叶好轩总感觉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要么就是一品夫人 真的和永生没有关系 要么就是隐藏得太深了 深的连特勤局都没有办法查出来 你怎么看 陈若西看着叶好轩一言不发 他试探地问道 我还是感觉有问题 叶好轩把手中的资料交还给陈若西道 这件事情先扔一边不管吧 随后再说 那好 当案暂时封存 你那支永恒之水的药剂 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交给生化研究所了 陈若西道 我已经给将军了 研究表明这个药剂是升级版的 也就是和兰兰所中的药剂 是一样的 希望研究所那边会有好的消息 叶好轩道 长济总部许童童 萧海妹 还有蓝林林几个人 在一起商讨着事情 叶好轩越来越感觉自己没用处了 产业虽然多 但都是这几个女人在帮忙打理着 她习惯性地做甩手掌柜 还真别说她现在真的像一个吃软饭 叶大哥 非洲那边的市场 你打算怎么去做 许童童问 前不久治好了非洲那位部落首领 现在他同意中成要先行到达非洲 这几个女人来 也就是想尽快地打开那里的市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